那么我们讲 圆明园在这一批皇家园林中 显得非常不同 显得非常突出 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更重要的原因是 圆明园是一座离宫御苑 离宫实际上这个概念是相对于正宫 我们知道紫禁城是清朝的正宫 离宫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正宫之外 皇帝带着宫廷 整个宫廷会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 如果较短时间居住的 那可能就叫行宫 所以离宫从使用上来讲 它其实跟正宫没有区别 它需要有一个完备的宫廷来支撑它 同时它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 它又比正宫显得在氛围上面 要稍微宽松一点 顺制的时候就开始南院的建设 而到了康熙的时候 尤其是在康熙下江南之后 他就开始建设畅春园 而康熙时候就确立了 畅春园作为离宫御院的一个地位 但是这个情况 到了雍正执政的时期 发生了变化 在康熙朝的时候 圆明园已经有了 但是那个时候 他是作为亲王的副院 这个地位存在的 但是到了雍正继位之后 雍正就把圆明园升格为离宫御院 而把畅春园 只是作为奉养太后太妃的地方 所以说起这个清代的离宫御院制度 其实有几个数据 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来理解这个事情 就是清王朝的统治者 在离宫御院里面所停留居住的时间 远超过在紫禁城当中生活的时间 在这个乾隆朝的这个档案的统计里面 其中有一年 他在圆明园居住的时间超过了160天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这个时间接近半年了 就是一年当中一半的时间 他是住在圆明园 所以紫禁城 在清代的统治者里面 使用的频率 其实并不是那么高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讲 清王朝的统治者 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 所以他们一个觉得城里面热 所以经常看见文献里面 甚至诗文里面会抱怨 数热难耐 这个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说法 第二个 因为北方少数民族 有这个逐水草而居的习惯 逐水草而居的传统 所以他们更愿意住在 我们讲这个水草丰沛 这样的气候条件 地理条件就是气候条件 更好的地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所以也有人统计 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从康熙到咸丰 这么康庸前家到咸 六位皇帝 只有乾隆是死在紫禁城的 其他五位皇帝 都是死在园林里面 就是死在皇家园林里面的 康熙比较特别是 死在畅春远 雍正和这个道光 是死在这个圆明远 嘉庆和咸丰 是死于热和的避暑山庄 就是在清王朝的这个统治期间 其实离公御苑 所扮演的角色 非常重要 从真实的政治生活上来讲 它的重要性 其实超过了正宫 我们在这里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 这些团队 有什么地方 就像这样子